不是只有驚訝 是各位呢 你要念禮宗經啦 你要在家裡拜佛啦 你應該去一間鄉 鄉下教訓 希望你的念經拜佛 做神書 要把眾生同享功德 有的人會怕 會說這樣好 這樣叫來要怎麼 那叫做 沒有自閉心 有接觸 沒有空性 所以你還有一個我 其實你越害怕 完全這主越要求你 你知道你的快點 你怕鬼我就變鬼找你 所以各位想說做一個菩薩 無畏 想說 金普羅菩薩 我的存在 空性 你越空性 不然有辦法越嘴巴 你不能怕 好不好 所以各位 真的要突破自己 也不是說 包括我們出家人也會怕 以前沒有了解這個空性的道理 你會怕 後來的了解空性的道理 你越怕越發病 了解空性都不會怕 都不會發病 這樣啦 我的身屋也超多 來 我的身屋 讓你感受一下 半點鐘 這是滋鼻 這是 本來欠人一百萬磚 還一塊就好了 這樣的意思啦 那是 有辦法我你身屋的 那是你的鴨 你的鴨 變重鴨輕輕薄 這樣也很好 你不能想說 那貴怎麼有辦法 我來想哭呢 這是有縁的啦 所以我們收銀的人 意思是說 這四人 要將 累死累疾的 完全接觸 你早前來討 譬如說 現在銀行人說 你現在貸款五千萬 你如果三天裡面 貸了 貸五十萬就好了 你扁一扁也拿去給他 不用三天 三天就給你 你要這樣想 所以收銀行不能怕痛苦 一切的感受 只要你的動機是滋鼻的 這個感受都是瘦脾中的 都是理智博物的 這真的是這樣 人家跟你害 其實是在瘦脾的 這個人家跟你悶離開 其實也是在 讓你越好 你要這樣想 所以現在 心肝一直保持好 都想好的 事情都變好 那你心肝煩惱 怕 賣的就要撤你了 所以這點 各位要突破自己 所以 一個人在收 自閉心 通膽的一輪就是 五十 我的辛苦啊 我的命理啊 我這樣對不對啊 我的愛情啊 我的情率啊 你有這個我 你就沒辦法去了解空性 沒辦法 電路 帶閉心 破閉心 要怎麼消毒我 消毒我的方式就是 一切都為白人 都替白人想 蜜蜜不要拿起來 要金金像魚 沒有你叫他吃掉 我告訴你 蜜蜜要看 白人要需要什麼 白人要做什麼 你們說 喔 不好意思 我要進去 託我的復經喔 沒時間去 欸 你這個人又祖書了 託復經是 託在眾生的辛苦 當然 我們書經常說 現在都沒有要 眾生 都沒有要照理了 你就照那個 叫 看 看 復經 這樣啦 啊 眾生要來照理 復經就好 蓋起來 經去 服務到快 還會記得喔 這點 你會記得 三部都替你安排到 好洗好洗 一切替你安排到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 用心計較 這樣啦 沒時間 沒錢 這都是你用心計較 沒信心 所以學會的人 一定要講自己 膠帶 阿彌陀佛 膠帶給 帝總佛祖 他幫你 包得好洗好洗 什麼時候 要讓你託復經 三點就要叫 蓋上 你怎麼這樣 睡不著 其實不是要叫你 在家裡 你再去睡 你如果三點 起來 整天真心很好 你再去睡 睡到八點 整天都在睡 其實佛祖祖 替你安排 在最恰當的 時間 讓你得到他的加持 如果那個時候 你來打打坐 那個時候 你來看看經 所以 學會以後 你就覺得祖宅 沒來沒去 沒事情 如來 為什麼 你要完全相信 阿彌陀佛 相信 帝總佛祖 他幫你擺得好色好色 不用擔心 別人怎麼說 你都笑笑了 因為他沒有了解 好好壞壞 雖然 所以你的心 重點是你的動機 你都靜靠 所以我這樣說的意思是說 各位老闆 你在家的 回去以後 從今天開始 每天都要 照請我們 咖哩 魚市場的 魚 都來我們家 這樣嗎 你既然來吃了 就吃了 煙 你今天來這裡 幾點鐘 這就是你的家 你有煙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們師傅經常說 你一定要照片 每一個地方 給他 夾煙 夾煙 回來後 那些煙都不會回去了 你不可以說 噢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要給他 重點 不可以這樣想 要給他 夾煙 然後要回鄉 給他 過去把你 把你倒閉 過去把你 祈福的 結果把你騙甘情的 那叫做煙 要不分辨 回鄉 這樣就好了 甘願意 這叫做什麼 再說一遍 萬親並定 這樣才會照顧 有的人 一直要把他照顧 回鄉 是要把他照顧 他才不會照的 我跟你說 師傅啊 我辛苦 萬親接住了 你不把我 趕快照顧照 不然對師傅啦 你公主比較大 說你很祝師傅 那樣 那個萬親接住 我現在不對你們師傅 我對得讓你死 你真的壞了 我很多看 本來很簡單的事情 變得很複雜 變得很複雜 因為你的起心動 讓萬親接住 知道你拜替他 你真的很壞 記得喔 所以要超度怨心在主 你一定要全然的接受他 不要拜替他 我們現在人的拜託 我不要丟得不贏 我不要跟我們公子 我不要跟我們母子 那你就沒辦法修行 修行首先你要全然接受 因果 從因果裡面去覺醒 其實對方是在信仇你的 在銷撃的 你就是欠了十塊 他不是要來幫你討 你這個十塊還沒完 你變得要買地費 對的意思 所以你要很高興 高興接受這個 我欠了十塊 結果他看你的高興 你把你拿一角去就走了 所以叫王馬子十六刀 這個王馬子本來要去 抬那個好家人 抬十六刀 結果那個好家人 每天拜寬仙佛 寬仙佛 寬仙佛跟他講 明天有人要來幫你討 你先離開 你欠了十六刀 你欠了十六刀 他一天同樣 跟他們家的人都喊喊走 他說明天有事 你們先離開 他穿軟刀 穿好洗好洗 錢都放在桌上 就是說 我欠了十六刀 給他欠了 我讓你太開心了 結果那個 那些差勞來 王馬子跟他講 那些好家人說 你請請請請請 你先吃吃的才說 錢都在桌上 那個 那個 倒桌的時候 奇怪 你為什麼 起床 他說我跟他說 我做夢夢就 寬仙佛 他說我欠了十六刀 我欠了你很多錢 我甘願了 我錢都賺了 請你一飯 你現在給我派 沒關係 那些 那些差勞說 奇怪 他也拜管仙佛山 派人也是拜管仙佛山 後人也拜管仙佛山 真正有做事情 他當然不敢給他抬 結果那個 老闆說 你一定要給他抬 你不給他抬 後世上你還會給他 討我賣的 我跟他說 結果那個 倒桌就用那些刀 翻掉了 好啦 我在那些膝蓋 幫你 幫你 劃十六刀 我們大家都沒有太欠 你看看 你再找一個好朋友 那個 倒桌 他開窩 不要再做菜 所以各位 你接受了 反而消業障 反而沒事 你排斥了 反而事情越嚴重 這個道理啊 各位要真心的相信 相信 所以不可以再嫌 你的兒子 有人說 師父 我的兒子現在都傻傻 你沒有在那裡黏黏的 沒辦法 那弱智 黏 你就要好好照顧 接受他 這樣你開智慧 這樣 愛這四人 自然 後來就 早前提早下部 後來呢 自如他就去紀錄世界 後來就變很聰明 但是你要接受他 你不能拜託 我就 希望他 希望他早前聰明 希望這個破壁 我快要過去 希望怎麼樣 希望怎麼樣 有所求 那不是佛教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一定要抓住這個重點 因為我們要照顧 特別我們的晚清這週 因為我發現現在有很多問題 很多菩薩 包括出家人 照顧 還有久了 都沒有照顧 每次同樣的問題產生 原來他的修行 有一點問題了 有所執著 有所求 一切法皆接受 一切法必盡平等 一切法無有分別 各位要抓住這個重點 你不抓住這個重點 有對跟錯 有對立 那你永遠看不到法是什麼 你像父親背起來 你也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變成有所分別 有所執著 所以 那這樣 你永遠看不到真理 所以我們 達摩祖師說 教外別傳 不立文字 以心傳心 他就是怕別人執著文字 所以 在當時候的因緣是如此 所以呢 連講經的大法師 都執著文字不開口 連做功德的皇帝 都執著功德不開口 所以達摩祖師在對字 告訴這些方法 大家這裡面要強調一下 念阿彌陀經 要怎麼念呢 一定要 念一下 與佛同心 同行同願 你要跟阿彌陀佛共心 甚至 要怎麼跟阿彌陀佛共心呢 把你的心交給阿彌陀佛 好嗎 完全融入阿彌陀佛的心 與阿彌陀佛同行同願 阿彌陀佛怎麼同情 我就要怎麼同情 所以本身你要有 自己有要 佛同心佛 而且 以 翁身教世界為方便 有這個願 然後呢 翁身盡頭 你的心願 你如果那個心願 你保證信佛 阿彌陀經者呢 現發願 當發願 以發願者 得阿彌陀佛三秒散佈 不退阿彌陀佛三秒散佈 你已經佛同心佛 你保證信佛 你說要講得多大 以你發菩提心願成佛的功德 來引導父母眾生 往生西方其他世界 你退去念阿彌陀佛經 所以念經不用說 我教教要念幾遍 但是幾遍也有好處 我要七遍發阿彌陀佛在我 所以我念七遍阿彌陀佛 這樣可以 我要三遍發地中王菩薩在我 要按照地中經去法官去做 這樣來念地中經可以 而不要說 哎呀我念好幾遍 我念得很熟很熟 但是自己卻沒辦法承擔地藏菩薩的本願 而有分別心 那就不好了 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呢 那個就是 眾生如果你能夠震入佛性的意思 你看眾生都是未來佛 什麼地方都是淨陀 像我們今天這個地方是不是西方基督世界 都是 所以呢 哇今天在淨土啊 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在你的心裡 你看什麼地方也是淨土 你看什麼人也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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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就不見了 我為我媽媽的藥師座 我至少這五分鐘我很認真 完全以藥師佛的力量回向 那他就得到藥師佛的價值 所以同樣我剛才強調 我們願一切 輪迴的優情 都以心傳心 我們的心影響他的心 我們像阿彌陀佛的心 透過我們的心心 祖鼻心 淨於他的心 請問那個所謂痛苦的重心會去基督世界嗎 當下超度 你如果說等我幾年要再來 這個跟在家出家沒有關係 這個跟你修行多久沒關係 是你能不能得到當下的法喜 佛法無深淺 佛法不在哪裡 佛法在你內心裡面完成 而感動了對方的心 各位念習這個 專心就是天才 這個就要保持正念 正定 那時時刻刻你都在法喜 你不會說 別人託 十本佛經我沒有託 別人當佛學院我沒有託 別人出家我沒有出家 別人好養我散 這個叫分別意識 這個分別心就會讓你念佛沒有力量 所以各位你現在不用擔心 有轉心 信心 所以這點也很重要 但第四分主就不一樣了 我非常有公經 我非常有康復經 它有分別心 但它沒有辦法去盡透 它也沒有辦法超度重心去盡透 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的 我那時候大家出家去會的講堂 我們裡面都地心粉絲 有博士啊 大家都 我也準備要託佛學院啊 但是裡面有個老菩薩 什麼他都不賣 早課 晚課 一定準時來 站在那裡也站在那裡 要跟八十歲 他都不賣 他只是管音菩薩 管音菩薩 我才會跟你講 真是如此 我們在煩惱 他沒有在煩惱 結果我們佛教堂要聽 我們師兄叫我去盤佛上 我去盤佛上 我去盤佛上那時候 蛤 原來他的臉就是 那個菩薩就是菩薩菩的臉 這樣 這菩薩菩說收興的方式是這樣 你們都分別心 因為我們裡面的人 都是要來託徒 要來外國留學 要來託佛書 大家都要去託佛 這個分別心 等到尚愛 因為你沒有活在當下 如果你當下得到法的自在 每一本給你看都一樣 沒有分別 所以也希望 為了眾心各位一定要一心念佛 這個意思 你越想要幫助眾生 你越要有這個信心 願力 專心 一開始 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發心 我們這個大地雖然不是淨土 但是有很多菩薩 倒架此行 故意在這個娑婆世界 度眾生 細心不亂 把我們的心抓住 細就像綁著 一心一意 想要幫助眾生 想六趣眾生 眾生 種種苦惱 希望各位這一定要去做 細心不亂 不是在想兒子女兒發財 細心不亂 我們居然是在想著 六趣眾生 種種苦惱 所以本身你要了解 地獄道的痛苦 惡鬼道的痛苦 動物道 你看牛怎麼被殺 豬怎麼被殺 魚怎麼被殺 今天我在車上 剛好看到一種叫 金槍魚 金槍魚很大隻的 外國人十幾步漁船 把他圍起來 金槍魚吊起來 比人還高 然後就在那邊掙扎 馬上就 他們的痛苦 甚至我看過他們殺海豚 日本海豚一抓起來 刀子喉嚨一插 他的尾巴這樣 你要一直想 做人的痛苦 老人的痛苦 窮人的痛苦 就算你很有錢 你還是要面對老病死 死亡以後的痛苦 天人提定的行 天上的神要捨爆的時候 那種痛苦 幾百個太太跟別人跑 身體變成很臭 而且知道 再來他直接要下地獄 他很知道 我們人要死 還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還不會怕 天人要死 還知道 他直接要去投胎做豬 直接要下惡鬼道 直接會下地獄道 那種種種的苦惱 各位要多練習 因為修學大乘佛教 如果沒有悲心呢 那就是剩下分別心 那就不好 有的悲心 一句歐彌佛佛都好 一個大悲咒也好 沒有聲沒有錢 只要能夠幫助眾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想著 六趣眾生 種種苦惱 你沒有這個悲心 那學佛法就很可怕 因為蛇喝水變毒啊 如果沒有悲心來學佛法 就會分別佛法的好好好 還高高低低 因為佛法它只是一個慈悲的方便 就像你看到你最愛的兒子被扒皮 你最愛的女兒被強姦 那怎麼救呢 因為我們在念佛 所以呢 你今天下了地獄 你不會受地獄的苦 因為你坐在佛菩薩加持的 種種的花 像蓮花苔一樣 飛到其所 飛到這個受苦的爸爸媽媽之前 趕快要去把他身上的刀子拔掉 身上的火滅掉 身上的血讓他停掉 調身按摩流淚如雨 欲滅其火 背負悲哏 變成更大的悲心 各位你看電視 有人小孩子被撞死了 媽媽一到那個地方就啊 然後呢 像神經病一樣在那邊掙扎 這就是這個意思 痛徹骨髓 所以修慈悲心一定要感受到眾生的苦 進入你的心 進入你的身體 進入骨髓一樣 我們叫愛你入骨 恨你入骨 這樣 我們是把眾生的苦 痛到我們的骨髓裡面 如果各位想一想 還不會掉眼淚 還沒感受 就像各位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 曾仲比丘出家了 因為他爸爸早就死了 家裡很有錢 他是個獨子 但是他希望能夠去 扶持三寶 甚至經常接近出家人 他媽媽就一直罵他 不要跟那些光頭在一起 那些光頭不好 也不要跟我拿半毛錢去 那曾仲也不好講話 因為他孝順媽媽 等媽媽往生了 他把全部布置完了 他就去出家 結果出家一二十年 反正很精進 但是因為他媽媽本來下地獄 他出家以後 他媽媽就可以脫離地獄 但是他的媽媽每次都在後面等著兒子 因為他曾仲在那邊打坐 觀修 他媽媽就在那邊等功德 所以剛剛我沒有灑水 結果有一天 曾仲修得比較入定 還可以感受到軌道 終於聽到他媽媽在叫他 曾仲啊 曾仲啊 我是你的母親 還看到他的媽媽 但是他根本 雖然那個聲音是他媽媽的聲音 外表一點都不像 全嘴巴在冒火 沒有衣服穿 每個皮膚都像木材一樣 頭髮綁著身體當衣服 卻念出來雖然是他媽媽的聲音 他說曾仲啊 曾仲啊 你趕快餵媽媽 因為他媽媽嘴巴開始要吐火了 替我去供養你們所有的出家人 讓媽媽離苦 結果曾仲就問這個惡鬼 你真的是我媽媽 他媽媽說 過去我毁謊三寶 不讓你去布施 不讓你出家 然後這樣毀謊三寶 墮落地獄 好 算你出家 我可以投胎做惡鬼 只要你在打坐修行 我就躲得遠遠的 在等著你回向 所以各位 我們做什麼功德 一定要回向 那些累劫冤心在主 父母 祖先都在等耶 所以曾仲一聽 跑來問佛陀 佛陀啊 那真是我媽媽嘛 佛陀說 曾仲啊 你修了這麼多年 終於你媽媽脫離地獄島 但是呢 你如果要幫她 真的 你用水 因為曾仲沒錢了 用多少出家人 你供養多少杯水 然後把你的祈願 告訴出家人說 我為我惡鬼道的媽媽 供養你們 那這些出家人 一定會把功德回向 結果這樣一回向 那真仲的媽媽 當下脫離惡鬼道 在空中 現成神的形象光明 跪下來感謝大眾 所以 那各位要經常想 我不能說 像我這樣在講 你不要說 哦 真仲比丘他媽 那不對 要變成 你就是真仲比丘 哎呀 惡鬼道就是我媽 哪有時候 我就是那個惡鬼道 哎呀 我要祈求三寶的價值 所以如是做官也 要經常這樣 就像各位老師說 你到一個黑暗的地方 觀想的時候 有鬼你都會觀想到怕 對不對 這個最容易觀想 但是 你要把所有眾生 都當做你的媽媽 雖然他在地獄道 惡鬼道 他在做魚被殺 就像各位也常聽我講一個故事 我在這邊必須講 有一個有錢人 很久才生下一個兒子 他們夫妻就很疼這個兒子 結果呢 兒子喜歡吃活魚 他們乾脆弄了一個大魚尺 像游泳池 每天買活的魚 然後呢 兒子喜歡吃哪一隻 就殺哪一隻 後來這個兒子 十六歲就暴斃死亡 死了 死了以後啊 哎呀媽媽就哭啊 哭到每天沒辦法起床 做爸爸的賺了這麼多錢 我賺這個多錢 就是要給我獨生子場 一點都拿不到 他自己也不想做事業了 每天就照顧他生病的太太 那有一天他想說太太病得要命啊 乾脆自己去市場買一些補的東西給太太吃 希望他好一點 結果他到了市場的時候 哇他們在賣很多肉啊 剛好很多活魚啊 他本來沒有要買魚的 他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有一隻魚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他想說好吧 就買這一隻吧 結果呢 有一個出家人走過來啊 就把那個魚一直跳一直跳 他在唸什麼給他聽 爸爸 救我 爸爸 救我 他一聽了 我兒子呢 變成一隻魚 趕快多少錢也把他抱回家 抱回家就放在那個游泳池裡面 天天啊 兒子啊 兒子不敢跟他太太講 你吃的到了都跟你有緣喔 所以呢 吃什麼變什麼 做什麼變什麼 這是真的啦 所以如果你這樣去看一隻魚 就像你的父母 你的兒女一樣 那你真的會 會哭啊 會想要救他 你如果各位能夠觀到如此 你就變成每一個佛最愛的獨生子 為什麼 並不是你讀多少書 你出家在家 而是你的悲心跟佛陀一樣 我想我們看了這麼多的佛經 研究這個佛法 看你這個人心腸 有沒有這麼慈悲 這麼柔軟 這個才叫修行 甚至你用你的生命 要去替他們往生 替他們被殺 這個叫修行 千萬不要越學佛以後 越冷酷 越排斥別人 越孤僻 越高傲 這代表你完全沒有學佛法 所以這前面這一段非常重要 因為你有這個悲心 你再來念佛號 念咒語 那就會產生佛的力量 記住這句話 如果沒有大悲心 念佛誦經 持咒 達不到那個力量 除了有這個悲心 感受到 我想佛陀感受眾生苦 跟我們感受媽媽的苦是一樣的 那各位要一直練習 要細心不亂想的六趣眾生 種種的苦惱 想要去救把他 那你就進入佛頭的心 以佛同心來念佛詞咒 產生佛的力量去超渡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要這樣止靜 幾分鐘 那各位一直想一直想 那些大鯊魚 那些大鯨魚 那些海豚 那些豬 那些可憐的惡鬼道 被墮胎的小孩 包括世間的人類 你不要看他現在很有錢 很出名 他一樣要老病死 所以有這麼多隱歌星 自殺 得癌症死 各位看了報紙那麼多 這個出名 他只是享受一種欲望 一種知名度 又不能解脫他的老病死 所以 人 只要你在輪迴裡面 不管你是誰 都是痛苦的 唯有一種人來輪迴是不痛苦的 就是菩薩 從極樂世界 正的空性 含著悲心 到地獄 到惡鬼道 去投胎做動物 去投胎做各種人 他就像沒犯罪的人 進監獄去救人一樣的快樂 我們就是希望要得到這個功夫 但是要得到這種功夫 首先你要培養大悲心 以這個大悲心 接近佛陀 親近阿彌陀佛正的空性 然後大悲不退 趁遠再來 為我們這樣來發起這樣的心 因為我們發起的心越大 我們能夠利益的眾生就越多 而並不是說排位寫多大張 所以排位再大張 還不如你一顆大悲心 即定中 希望能夠經常這樣念習 所以我這一段講了久一點 希望各位每天都把這一段 當作你禪定的 打坐的 宋經的前行 以有這個前行 所以你來修你的語 以鬼念你的經典 抄你的經文 就變成一種功德專心 以這個大悲心 而能夠把佛的力量展現 幫助眾生 最後把這個功德 回向給法界眾生 所以所有佛經典 咒與佛的功德 能夠展現在這個世間 是透過我們的信心 跟對眾生的悲心 所以我們要隨時保持一個清淨心 一個絕對的清淨 相信佛的 然後去意念的眾生苦 那修行就是這樣圓滿 各位千萬不要把修行說 我要修哪一個法門啊 我要讀什麼啊 這個隨順應援 佛菩薩會安排 但是你要保持這樣的心態 每天都要練習 練習到 篡習到 很熟悉 一念阿彌陀佛就是 就是變成阿彌陀佛 進入了第一道 進入了痛苦的世界 去幫助眾生 讓他們離苦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衛生護理部 宿長副術風 風雨新鮮娃 你敢有做到 水癢要分來外面 外面是垃圾的 內面是清潔的 水癢使用一兩三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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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一瓶 封口